我不征并不表示我不敢承担 如果说今天找不到人了 而觉得我还可以的话 那我们就来承担嘛 好好打这张签材 现在地方还有一个声音 如果高雄真的没有人选的话 让党主席朱立伦来御驾亲征 党主席愿意亲征 当然是好事情啊 我也在这边呼吁朱主席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更适合的选 亲自下来干嘛 输赢不重要嘛 有没有决心把高雄 让高雄人知道 我们最强的摆在高雄 那我觉得这东西是党的作业程序 我个人没什么意见 我完全尊重 其实高雄现在需要的是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人和 既没有天使又没有地义 如果人和都没有了 那还玩什么 所以我在参选的时候 我的两个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不争跟随喜 因为选举嘛 毕竟是党中央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如果说党中央有好的人选 或者适当的人选 或者党中央只要是有人选 其实我都非常乐于接受 我不会一直争 我如果真的找不到人 大家愿意找我出来的话 那我希望我是中央喜欢的 地方也喜欢的 高雄市民也喜欢的 这样子的选举才能够真正做到人和嘛 所以我认为人和是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特别我们处在劣势的情况下 但是我不争并不表示 我不敢承担 如果说今天找不到人了 没有人了 而觉得我还可以的话 那我们就来承担嘛 对好好打这场选战 那在我个人认为说 这一局里面 可能最优先的 有两个重要的目标 第一个照顾目标 我讲过就是 如何让高雄的市议员 能够过半 能够发挥制衡的效果 不要让高雄 让民进党 从执政到议会 都是他们多数 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一个市长的候选人 他可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还不是他当选而已 而是更重要的战略目标 是让更多的市议员能够当选 也就是小鸡的生存 比母鸡 他个人的成功还更重要 没有 非常明确的讲到 这一刻为止 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系过 桃园你可以看绕了那么久以后 其实大家知道说党主席口袋 可能是有人选 我们从桃园市里有人选 那事情搞几个礼拜 是搞什么呢 那现在好像看起来 基本上高雄市长 好像人选没有搞定 也就是朱立伦现在口袋的人选 可能现在还不知道在哪边 所以才会有黄建廷 跑到议会去听听大家的意见 那我真的希望说 我们的主席 假如你有人选 就早点拿出来 不要再去折腾大家 你懂啊 这浪费很多社会的成本啊 现在地方外有一个声音 是讲说如果高雄真的没有人选的话 要党主席朱立伦来御驾亲政 你怎么感觉是 很好啊 我觉得 我觉得很好啊 我也在这边呼吁朱主席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更适合的去 亲自下来干嘛 输赢不重要嘛 有没有决心把高雄 让高雄知道 我们最强的摆在高雄 而不是摆在台北 而不是摆在桃园 因为高雄是我们已经败了20年30年 务必要把它拿下来的地方 这个决心一定要下 这个决心绝对不能够动摇 那这个决心怎么不动摇呢 就是你从候选人他的身份 我找全国民党内最强的人来打高雄 这样就对了 这把它当成是一个务必要打的重中之重 这个决心绝对不能够动摇